雨之后 齐邦元往他每天 一定要寻一遍的步道走去 直到要接受采访 他忍着刚开完刀的病痛 毫不搅失的展露 他拿东北人的性格 我逃不掉你们 逃不掉你们 好的时候想不要上电视 结果现在身体不好 反而上 不过 老师 其实你老师很好 对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叫做人的样子 你要自己稍微振作人 对啊 要振作人 85岁的身体 照他所说的 身子骨已经不在见朗 但精神是有的 每天都要下楼看看树和花草 剪几片叶子 这是他必做的功课 我还是记得他们那种感觉 我最后在士林看 前老师 前孟先生也是 他有这个枫叶树 所以他那个地方落叶 你看 我每天剪几个叶子 就高兴得不得了 有的扮红布绿的也很好 每天我剪几个叶子快乐一下 记得从前的事 就是活着嘛 也是活的样子嘛 是吧 就像个音乐里散步的诗人 不喜欢多说什么 也懒得和邻居交往 连人眼中的他 坚持得有点顽固 他带我们走回 他昵称最后书房的起居室 当我们还在纳闷 到底一个人花了四年多时间 闭关买头写作的心情是什么时 这才发现 齐邦元觉得快乐非常多 我是现代化的老太太 这是我的买 专访之前特地要我们等一下 他说不抹点口红就没样子 那种穿梭时空 看见过去知识分子的浓浓感受 满意在小小的书房里 维维夫人刚依着大学照片 画出来的齐教授 摆在他喜爱的记词文集旁 拿出珍贵的剧留和手稿 我们看见二十五万字 一字一句斟酌的印记 一笔一画 每一批校对 偏偏记载日期 这是作家的笔记 是电脑字体之外 字里行间浓浓的感情 台大学人说 不用电脑的是恐龙 我就是恐龙 没有关系 我就恐龙的方式这样做 不是很好吗 我都做出来 我二十五万字在这里 这是二十五万字 这一个个手写的墨水痕 是2005年 一位81岁的女作家 毅然且酝酿已久的决定 在书里形容 终生胆小怕黑的她 选择必居相间 远离亲友 就像追赶火车般的匆忙 她写下自己的童年 继而投射 对父母的思念 同时描绘出中国历史 最动荡的轮廓 她要在余生 还有力气时 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一般女子 像我这一代 多半是投降了 我都没有投降 我没有就做一个老太太在家抱孙子那样子 我都有孙子 我不是没有孙子 年少而多病的她 随着抗战和内战 在上海南京 在重庆北平间往返 从沙平巴宁南开中学 直到大学毕业 流亡学校时 躲空袭逃难 养成和文学作伴的习惯 从此不曾改变 直到在国外交集台湾文学时 发现根本没有音译本 才蒙起了推荐台湾文学的想法 我们虽然是逃难来的 但是我们在这儿还是做一点 一个人 一个民族该做得好一点的事 就这样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没有报酬地翻译起台湾文学 一翻就翻了快四十年 齐教授甚至让我们进到卧房 瞧见那一本本 让世界看见我们的英文版台湾文学 这个1997年开始 1997到现在 我们一共有30本现在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 放到最里面 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过程中曾经一年只卖了十本 他形容这样的道路超级寂寞 因为没钱没人力 还没人青睐 然而这趟台湾版的文化苦旅 他眼中是快乐的 我们做这些做了 1972到现在多少年 整整37年 快40年 很快乐 其实将来在历史上说 大概是会有人做这个研究吧 说出是惊喜 事物皆趣味 跟着齐邦元看事情 总有着流暗花明 读他创作的剧流盒 会随他当作东北革命教育家的子嗣 乱世中飘洋过海 看他一辈子阴隐台湾文学 那股恨不得把台湾推上世界舞台的热情 又令人不得不钦佩 他是这样的爱这片土地 您觉得你自己像东北人吗 我不像 我简直不像 可是我心里头很像 就是我很看不起 唯唯说说小眉小眼的事 我喜欢很宽大 一本千里的那种大的事情 他的作用名是做人漂亮点 做事漂亮点 诗人亚欣说 她是红脸女子 总爱打抱不平 当时在台大外文系任教 问她哪一件事最感动 她说她记得 1970年的第一班研究生 学期末送了她一句话 这个摆到桌子上的一包东西 上面打开一看 是全诵词 它那个里面写 To serve with love 在我那个时候 确实是非常非常感动 齐邦远说这句话 让她踏稳了教学的路 18年来 她的学生出了好几位文学院长 总要找点是让自己快乐的她 在来到台湾60年后 选择把最后的时光 留给23岁来台以前的故事 我跟你说 你问我那些年怎么样 那些年我总觉得对不起我的父母 这么养我 我什么都没做 我在这做台湾文学这么多年 我没有写过家乡的事 所以我终于把我自己 生生家乡写了 在这个养生村里 齐邦远叫她最后的书房 书桌上有着放弃急救同意书 就和手稿摆在一起 远在美国的儿孙只会英文 读不了她的25万字类志传 然而她在乎的是过自己的日子 还有好多书要读 好多信要回 写过的文字也不容马虎 长江有多长 我还请人做个研究 今天 昨天我看报纸程度 长江又发现新源头 所以 你说我这样不是很忙吗 不是很忙 书都出版了 还怕长江变得长短 似乎懂了老太太 坚持要搬进来的理由 光是过自己的日子 就够忙了 这一刻她又说了 她总爱说的 我很快乐 我想到教授 总爱帮着人的 这段下午时光 感谢观看